398.9 哪吒三太子开示词语 积极三失了愿可以让身体健康的原因 道哥歌词能触动大脑做正向指令 上天开设外星球生命的因缘 你们的精神好吗? 好 非常好 先报佛号来者是大家的小师兄 哪吒三太子事业 金凤 皇母辞命来到德宫圣佛堂之中进入佛门 已经恭敬将皇母辞架参扣 再问各位弟妹们精神好否 弟妹会不会做得很拥挤 会不会觉得很热 不会 太好了 你们的修养功夫真强啊 太子爷都可以感觉到 你们跟身旁的人之间的二氧化碳热乎乎 但同时又感觉到 你们跟身旁的人都充满着热乎乎的道气 好棒 好棒 这间佛堂的空间是不是有点小 是 佛堂太小就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大的佛堂 想要让它成为大佛堂 弟妹们必须要一起来帮忙护持 黑板上的文字请先念一次 一 山腰水怪二 来自日本的柱道沾光猿人三 外星求生命山腰水怪的另外一个名称叫修炼灵 修炼的灵体 你们从窗户看出去 会看到很多绿绿的山 德宫佛堂距离那绿绿的山好近 绿绿的山很多时候灵气很好 灵气好的地方就是修炼猿人特别喜欢选择的修炼场所 所以今天上天慈悲 黄母开设 黑板上写的这三类猿人 第一个是山腰水怪 指的是德宫佛堂附近山脉的修炼灵体 也就是你们从窗户看出去 会看得到四周围有绿绿的山 在这些地方修炼的山腰水怪 今天上天所开设的山腰水怪是即将可以柱道的 大家在相助点功德力 他们马上就可以进入柱道的阶段了 第二个是来自日本的柱道沾光猿人 你们中午看了三草剧 这位猿人在世的时候是个日本人 因为你们今天演出这位日本猿人的三草剧 所以上天就开设了一批日本猿人 这一批日本猿人目前在日本各三草公共佛堂住到沾光 而且这些日本猿人大部分和现场的弟妹们有缘 也就是目前在日本各三草公共佛堂住到沾光的猿人 有好多好多 但今天上天带来的这一批猿人 大部分是和你们有缘的 所以请弟妹们相助 第三个是外星求生命 用人类的话来讲叫做外星人 你们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外星人这个话题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已经演出好多回了 世间人觉得外星人真的存在吗 有些科学家相信外星球的生命真正存在 所以有很多科学家积极地研究外太空科学 他们想要找到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是不是真的有生命体存在 他们所找的外星人就是像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有大大的头 小小身体的那种外星人 他们要找的外星人是长得像人类的外星人 而实际上 外星球当中有着不一样的生命体 他们长的样子不是像你们在电影里看到像人类的那种外星人 若是讲到地球上的生命体 通常就包含人类 动物 细菌 病毒 微生物 各种各样的活体 而这里所说的外星球生命指的就是在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 也有着各式各样有生命的活体 太子爷在这里无法用一个特定名词来描述 因为目前科学家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活体 也就还没有特定名称 所以太子在这里也就不能直接命名 说到外星人 你们想象中外星人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呢 刚才说的头大 身体小 好 版书人员请画一个大头小身体 脸上要有五官 为什么电影里的外星人是大头小身体呢 有人说他们有智慧 你们看到大头小身体 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 他的智慧很高 超级超级聪明 因为很有智慧 超级聪明 所以大脑变得很发达 然后头就变大了 不过那是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演化之后 头才会变大 那么当生命运用头脑太多的时候 手脚通常就不太用 所以手脚经过演化之后就缩水了 因此电影里的外星人才会变成大头小身体 电影里的外星人已经被设定成智慧高等的生命 也就是他们比地球人聪明 有智慧 而大部分的人们也都觉得 若真有外星人的存在 也一定比地球人聪明 所以外星人才会开着飞碟来到地球降落 现在才有各种证据发现 曾经有飞碟降落过 曾经有外星人的骨骸出现过 再画一个球状的 先画一个圆球状 一样有五官 但四肢已经缩到很小很小了 这个就是比地球人更聪明 更有智慧的外星人 他的大脑已经发达到跟身体完全不成比例 四肢已经缩小到几乎要看不到了 再来画一个小头的 四肢强壮 有肌肉 脚也有肌肉 如果外星人长这个样子 他们的智慧程度比地球人高或低呢 第一 大脑的智慧聪明程度比较低 就比较依靠动物原始的本能去生存 四肢肌肉会变得很发达 所以才会长成有肌肉的手跟脚 在地球之外的各星球当中 其实也有各种生命体的存在 今天上天带他们来现场 他们现在也是无形的外星生命 不是有形的 有形的就来不了 有形的就真的要搭飞碟来了 所以上天带到现场的是 无形的外星球生命体 既然是无形的 就表示在其他各星球的生命体 一旦有形的肉身不能用之后 一样是归入无形界 以三草真意来说 它们一样是灵体的存在 是灵魂的存在 接下来画一个姜柄人 只要外形就好 这个代表的是每个地球人类的肉身 肉身写上身 头上写脑 每个地球人都有一个人类的肉身 这是正常人类的肉身 可是有的人是残障人士 残障人士可能没有脚或没有手 或脸上的五官是有残缺的 上天黄母给个地球人类 本是正常有四肢 有五官的样子 一个人类的双手双脚或五官若有残缺 或是不能作用 就表示这个人的因果比较严重 才会导致外表是有残缺的样貌 一个人的身体有残缺或五官不健全 一般人看到的第一眼 对于有些人来说 心里会感到有点害怕 现在不是讲人权平等的话题 而是讲人们心里的感觉 有些人看到他人之体有残缺或五官不健全 其实都会有一点恐惧 害怕的感觉 现在全球都讲究人权平等 所以当你们看到残障人士的时候 不可以排斥或表现出恐惧 害怕的样子 不然他们的心里会受伤 一个人的四肢或五官若是有残缺 不太健全 代表他过去累世的因果业债比较严重 现场的你们虽然长相都不一样 但是五官四肢都健全 表示你们的因果业债没有那么严重 正常的地球人类有着有形象的肉身 人们的头部里有大脑 小脑 各种脑在运作住 这就是黄母在每个人类身上所设下的道 大脑帮助你们的身体工作 并且发布指令 告诉身体的各个细胞开始工作 你们才能维持健康 不生病 大姜柄人里面再画一个小姜柄人 每一个地球人类的身体能工作 大脑能思考 是因为每个人类的体内都有一个小姜柄人 这个小柄人 就是无形的灵 看不到的灵 地球人类的身体能活动 思考 是因为体内有无形灵体的存在 当这个灵体离开肉身时 大脑以及身体的各项机能就不工作了 这个人就叫做死人 所有的地球人类一定要面临这一天 现场的弟妹也一样 受命到了 肉身一定会死掉 灵会离开你这个肉身 诸天仙佛在法会灵堂的时候 不断告诉大家一个很基本也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肉身是属于有形的 会烂掉 坏掉 肉身不会回天 也不需要回天 但是肉身里的灵体 灵性要回天 每个人类 每只动物都得修 因为肉身有使用期限 但灵性是永不灭 永远都存在 你们现在若不急着有肉身的时候 来修来了愿来积功累得 有一天当肉身死掉不能用了 而体内的灵性是不生不灭的状态 但没有功德力 就会成为无形界流浪的魂 会变得很可怜 这就是为什么要修道的最基本重点 弟妹修道都知道三师并行 这三师都是身体去做的功德式 有形象的身体 做有形象的三师与功德式 当你们的身体三师并行 疗愿时 就会以正能量的方式去启动大脑的功能 大脑就会发出指令 告诉身体的各个内脏器官 以及身体的细胞 血液 你们要努力工作 也就是说 当你们的身体实际做功德式 三师并行 行功了愿时 就会活化大脑 然后大脑会发出各项指令 给身体的各个功能 让体内的各个机能运作顺畅 并且告诉他们努力工作 当身体所有功能都努力工作 运作正常时 能增强抵抗力 免疫系统 体内的毒素就会快速排出 所以积极地行功了愿与三师并行 可以让人的身体 愈来愈健康 现在太子爷是把 有形界的科学话题 跟无形界的功德话题 结合在一起闪说 你们要仔细听 不然大脑会打结 再来探江秉人 请在脑的左边写上有意识 右边写上非意识 你们的身体去做功德式的时候 是启动大脑有意识的功能 你们来佛堂听课的时候 也会让身体越来越健康 这个科学原理怎么说呢 太子爷解释给你们听 你们来佛堂听道理 是你们的大脑主动要了解真理 要接收讯息 所以这是有意识的行为 而因为大脑有意识的要接收真理 真理接收之后 大脑再次发出指令 告诉身体的各个机能 各个内脏努力工作 就跟刚才说的一样 因为身体的各个功能都努力工作 所以人体越来越健康 而有的人来到佛堂听了道理 他只听得懂一点点 这时候 他大脑的功能仍会告诉身体 各个机能去运作 虽然大部分的道理都听不懂 但讲课者讲道理的声波 仍是会触动到大脑的反应 但这是触动大脑里 非意识的反应 大脑里非意识的反应 仍会驱使身体的各个机能 去努力工作 所以一个心道亲 来到佛堂听课 也许大部分的道理都听不懂 但他的大脑仍会驱使身体各项机能去工作 他也会越来越健康 对于人才 堂主来说 你们已经了解大部分的道理 也听得懂很多 那就是有意识地驱动了大脑的反应 这会比非意识地驱动大脑反应的效果更好 也就是说 堂主 人才来听道理 他身体的健康情形 会比心道亲的身体来得更好 因为心道亲接收道理的模式 不是大脑有意识地接收 而是非意识地接收 正因为是被动接收道理 大脑发出的指令就比较弱 所以身体的健康程度就没有堂主 人才那么好 这样说起来 堂主 人才的身体健康会比心道亲来得更好 但你们会发现 生病的堂主 人才也是很多 这是因为无形界的因果元 仍靠近人体时 会动大脑有意识地负面反应 因果元人来讨报是带着阴着之气 是以一种很强烈的波动来靠近 所以驱动大脑里有意识反应的时候 是驱使大脑去做出有意识的负面反应 假设某人过去雷是曾经伤害到他人的心脏 让对方气死了 他的心脏受伤 受损 不能动 当这个被气死的猿人来讨报时 他会驱动人的大脑做出有意识的反应 让人体的心脏受损 可能让人的大脑阻止心脏的血液流不进去 或让人的心脏停止跳动 人可能就会休克或立即死亡 或发生各种危急的状况 所以无形界的因果元人 是以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波动状态 来干扰人体的大脑 做出有意识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 因此 堂主 人才们虽然会因为三师病行 行公了愿而使得身体越来越健康 但因为有过去累世的因果业债存在 当因果元人靠近时 仍然会干扰人的大脑 做出负面的反应行为 让人体做出各种负面的运作 人体就会产生疾病 受损 以上说的是无形看不到的因果元人 那若是有形的因果元人呢 何谓有形的因果元人 假设一对夫妻 这个丈夫过去世伤害过太太 所以今是他们结婚之后 丈夫必须不断容忍太太的各种脾气毛病 除此之外 这个太太太因为过去世被丈夫伤害过 所以煮三餐时有可能炒菜加了很多不好的油 给丈夫吃的都是油炸 高温烹煮的食物 盐分很高 油量也很高 即由太太烹调不当 致使丈夫的身体受损害 丈夫因为长期吃了很多高盐分 高油脂与坏油的情况下导致肥胖 身体也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 这个太太就是丈夫的有形因果元人 还有案例是这样 一个妈妈过去世亏欠了儿子 今是他除了要赚钱给儿子花用之外 儿子发脾气了 他也无可奈何 儿子要求什么 他都一律配合 照办 虽然觉得很痛苦 但仍是一一应付儿子的各种需求 这就是这个妈妈在过去累世亏欠了儿子 这也是有形的因果元人讨报的情况 无论是有形的因果元人或无形的因果元人 只要透过三师并行以及功德消业的方式来解除因果 你们个人的命运一定会转瞬 家运也会愈来愈顺 消业是上天开设很重要的法门 也是天命开设的尊贵 刚才说到无形的因果元人靠近时 会驱使人的大脑发出负面指令 让人生病 而上天天命开教的尊贵 就是用功德力的方式来阻断因果元人的靠近 当无形因果人靠近时 上天 诸天先佛暗中拨转 护佑 将你们所行的功德量 功德力偿还给因果元人 因果元人就不靠近你们 你们的大脑就不会发出负面指令 若是有形的因果元人 如同刚刚举的例子 这个丈夫的因果人就是他的太太 在天命开设之下 若是这个丈夫有机缘求道 进而修道 聊愿 消业 累积了功德力 诸天先佛会暗中做主 以此功德力皆转偿还给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渐渐就不再煮那么高油脂 高热量 高盐分的食物给他吃 他的健康情况就会因为饮食的改善 疾病也渐渐缓和 不会愈来愈恶化 你们再三师并行 行功了 愿当中积累功德 大脑就会发出正面 正向的指令 让身体正常运作 但太子发现 你们在行功德式的过程中 经常是身体行功德式 心灵却不见得是感恩的 甚至可能是有怒气 有不平不满的情绪 例如 在打扫佛堂的时候 可能一直想着 为什么每次我来佛堂都给我做打扫的工作 为什么不给我做不一样的事情 你的心灵不平不满 虽然身体做了功德式 让大脑驱动正向的指令 但因为心灵有负面情绪 也会驱使大脑有意识地做出负面指令 所以经常生气 发怒就是在驱使大脑发出负面指令 大脑会透过各式各样的复杂做流程 让人的肝脏受损 所以经常生气 发怒的人 肝功能通常都不太好 弟妹在行功了愿 三世并行的过程中 心灵要平和 感恩 心甘情愿地疗愿 这也就是 先佛灵堂经常教育的 你们身体于外是行功了愿 但于内要赔得 要注重内修 否则就算功德是做了很多 可是心灵不内修 身体是不可能很健康的 因为心有很多负面情绪时 大脑发出的负面指令 会多过身体行功德式的正面指令 身体就会这里疼 那里痛 太子爷把无形界的功德力 跟有形界的人体运作 大脑运作 有形无形结合在一起讲 你们都听得懂吗 懂 太子爷也很为难 因为灵明明就是无形的 但太子爷却必须在黑板上画一个灵体 而画在黑板上的灵体看起来就是有形的样子 所以有形跟无形的话题结合在一起讲的时候 真的是很复杂的话题 太子爷觉得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就跟科学实验室里的实验复杂程度差不多了 而这么复杂的道理 你们竟然听得懂 可见你们是有意识地听懂了太子爷所说的道理 你们的大脑会发出指令 让身体各方面运作功能越来越正常 身体疾病就会越来越少 如果听得不太懂也没关系 大脑仍是会发出正面指令的 来看到歌 地妹请先念歌词 智礼在心中推动着 向天道接近追逐感动源头 穿梭命运既定模式 而突破那是开设以执行的架构天堂的记忆已封锁 伦德冉莫刻印投入 且久愿力无声无怨期待这时候 在末后一搏普度而复活 智慧权循环不绝力之勇 情感世界迷人心魂魄 功德用包容的福气与壮阔 解孽苦夜渊不可自拔漩涡 曾经的逆熬今日中放手 商人不歌笑颜的纯谋道场的气氛和乐 围绕你我 很幸福一直为众生吸生凤 有时候陷于孤单情绪冷漠 天用时间来治愈疗伤止痛 有时候又渐窥付出不够 天不计前嫌 再度刺激进修 调剂 看得最远的地方语剂 感动最多的地方 刚才太子也讲这么复杂的道理 你们的大脑很紧绷 然后大脑就开始很努力 要去吸收这些道理的分析 不过 大脑工作若是太紧绷 最后会当机 然后你们就会觉得 修道好累 好累 所以现在来唱轻松的道歌 很简易的歌词 你们看了就懂修道 会有很庄严 很严肃的时刻 也会有很轻松 很快乐 很放松的时刻 像唱道歌就是轻松 放松的时刻 有弟妹能带唱吗 你们要跟住一起唱 班员带唱道歌 上天 先佛所慈悲的道理 太子爷刚才 太子爷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透过三师并行 行宫了愿 一定会让人的身体 越来越健康 所以弟妹一定要勤劳 行宫了愿 常常三师并行 这可不是迷信的话题 你们若是觉得自己 不太会讲道理 口语表达很不顺 或比较没有逻辑 没关系 要度人的时候 就唱道歌给对方听 刚才这首道歌 你们唱得多好 太子爷都忍不住很陶醉 太子爷今天灵堂 觉得好幸福 听到带唱道歌的贤妹 美妙的歌声 带唱的时候充满着朝气 让太子爷的道气满满 你们也因为他的带唱 而唱得很好听 所以弟妹们不用担心 不会讲道理 把道歌恋唱好 也是可以引缘度人 道歌恋唱得很好听 在唱给别人听的时候 就是用声波去触动 对方的大脑 做出正反应 对方因为常常听 你们唱道歌 听得身体越来越好 疾病越来越少 这时你们就要告诉他 这就是天命开设的见证与显化 好简单的道理是不是 只要懂得运用 就算是简单的道理 你们都可以说得很好 而且度人引缘的过程 也会非常顺利 虽然是短短的一首道歌 但歌词都是道义 道学 所以能触动你们的大脑 做出正指令 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 你们若是看得懂道歌的歌词 就是有意识地在接收道学 若是看不懂道歌歌词的意思 大脑也是非意识地在接收道学 无论是有意识或非意识 你们的灵都会不断接收道理的进化 不过 有意识地接收道学效果比较好 为什么有很多心道亲 甚至还没求道人 他来听过法会的课程之后 会自然而然想要继续进修 了解 就是因为道理已经触动 他大脑里非意识的反应 这非意识的反应 又触动到他先天的愿 先天的觉性 触动灵性最深处的道 换句话说 人们只要有接近白阳佛堂的机会 就有解脱的机会 所以弟妹一定要多度人 多带人回佛堂 他们愿意来佛堂就是一个机会 你们带亲朋好友来到佛堂 他们若不愿意求道也无妨 就来佛堂参观 吃个饭 吃一顿素斋也很重要 因为他们吃一餐素食 就少一餐的沙液量 或许就少伤害一只牛 一只鸡 一变鱼 能减少很多沙液量 所以只是带人来佛堂 吃素斋也很好 当然 对方若是愿意求道是最好 但他若还不愿意求道 就随缘 暂时先放下 太子爷在这里讲道理 跟你们结善缘 这是太子爷的功德 你们平常积极跟众生结善缘 努力度人结缘 这才是你们结下的善缘 也才是你们的功德力 你们今天参加法会 听了道理觉得很好 身体也愈来愈健康 但若是没有积极了愿 先天灵性 灵觉就无法恢复得很快 会很慢很慢 相对的 弟妹们有意识地主动 去学习道理 先天的灵觉 灵性恢复的速度 会非常快速 你们平常把小孩 带来佛堂听课也是很好 虽然大部分的道理 或三草真意的专有名词 小孩听不懂 但只要他的耳朵 有听到道理的声波 大脑就会无意识 非意识地接收道学 接收上天的资量 如此 经过常年 经年累月的触及道理 当孩子长大之后 你们会发现 孩子很会讲道理 而且很会分析道理 再来看这首道歌 请将歌词念一次佛堂里 贵人多 善气多 修道的生活不迷失 恩师找到 已听到 办到了 全热络 阳气正会流 不迟疑 辽怨就有我 怪诞的气候 源自 人贪图享受 冷热不均 失序的十恶果 碎受偿命 智慧累积 硬世的成熟 放远观 度量横追宇宙 at沧海之一速 渺如梦 人的价值 天很懂 在沉溺随欲望 心荒凉空洞 行宫一室 未会大展身手 不拘小情的交注 大半三草道开拓 满满感动在胸口 普度降 开设多 道理多 宵夜后轻松不寂寞 祝道欢迎我去天神 修之灵 地草魂 人间共言修 不恐惧 天榜列明我 调记 暖暖语记 乐于道 交注就是像交水一样粘住了 这首歌比较多人会唱 但也是要有人代唱 有没有弟妹能代唱 班园代唱道歌 代唱得真好 太棒了 太子爷听得很感动 赐给你一个贡国 祝 祝 你修道成功 弟妹你们也唱得太好了 道气满满 太子很感动 所以就有更强的信心与勇气到处去祝道 也帮你们调解因果 让你们修办到顺利 太子爷给弟妹公堂 你们要接好哦 太子爷谢谢弟妹们的护持与参与 三草普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团队 太子爷虽然总是在冲道物 不怕受伤 不怕被因果猿人打伤 也不怕被天灾扫盗 这就表示太子爷很有勇气 很有精神 很有毅力 为了白羊道物冲在前面 话说回来 冲先锋的意思就是常常得受伤 灵体会受伤 心里也会受伤 有时看到弟妹们已经进修很久很久了 但心念却怎么转都转不过来 或是当你们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的时候 太子爷心里也会受伤 也会觉得很难过 但太子爷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耐心 弟妹若是真的很执着 念头怎么转都转不回来 太子爷仍然会继续努力帮助你们 总有一天打动你们的心 恩师伴普度是万八年好久的时间 这代表着太子爷冲道物也是万八年的时间 刚刚说的外星求生命 有的外星求生命的智慧 聪明才智比地球人类高 但也有外星求生命的智慧 聪明才智比地球人类低 若是比地球人类聪明 有智慧的外星求生命 先佛要引导他们 教育他们 其实也是很费功夫的今天来到现场沾光 听课的外星求生命是来观摩 是来学习的 他们是比地球人类 智慧高等的外星求生命 他们的智慧比你们高 比你们聪明 反应也比你们好 但却是被先佛带来观摩 学习 听课 可见灵体的层次无论修到多高 只要是还没回到真正的无极理天 就还必须再进修 再学习 当各种高层次的生命体 来了解三草普度真意时 了解愈多 吸收愈多 对于白羊普度 三草道物的助力就会愈强 今天先佛带外星求的生命来学习 观摩之后 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星球 去相助他们的星球的白羊道物 你们现在听太子爷讲这个话题 像是在听天方夜谭 像听神话故事 像听电影情节的感觉 但这却是存在的事实 等到未来外太空科学研究 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们就会懂了 弟妹们多幸运 现在已经先听到这么先进的话题 虽然你们无法解释外星球生命的很多相关讯息 但你们已经先认定 先研究 先了解 以后当科学家发现星球真的有各种生命存在时 那时候你们就会更深刻地认知到三草普度的真实性 以及三草真意的殊胜 因为你们参半三草就是先知先觉者 你们已经先懂很多了 对不对呀 先佛奉命来开始三草真意的资讯当中 是各式各样各层面的 绝对不会是迷信 不会是迷迷糊糊的道理 不会让你们修到不清楚状况 因为你们要修回到无极礼天 头脑要清楚 如果混混顿顿 迷迷糊糊的修 是无法回礼天的 假设你们看到太子爷灵堂的时候 讲话不清不楚 分析道理模模糊糊 好像有道理 又好像没道理 你们一定会觉得 这是先佛吗 心里会很疑惑 所以你们看先佛讲道理都是很清楚 很有逻辑概念 很明确 你们也要修到像先佛这个程度 头脑要清楚才行 太子爷的灵级 由三才肉身 跟你们讲很多的道理 除了太子爷自己了愿之外 这个肉身的大脑 被太子爷的正向能量启发 然后大脑发出了指令 绑住这个肉身变得健康 所以他也就跟住沾光了 话说回来 他虽然能沾光 但如果有一天 他生了很严重的疾病 那就是他的因果业债讨报了 面临因果业债讨报时 先佛会帮你们拨转 调解 但你们仍要自己面对自己解决 先佛是居中做担保人 做调解人 帮助你们顺利过关 有句话说 修道是个人修个人得 这太狭隘了 三 草普度是个人修 大家得一个人修道 祖先就沾光 得救 再者 你们过去式的有缘人 也能沾光 那么 过去式的有缘人 也得救了 还有 你们修道很努力 很积极 身旁的同修 已被感召 感动 他们也会受益 所以说修办三草 是一个人修 大家得 当每个人都懂得修 就会产生正向 善的影响力 每个人都发出正向 善的影响力 这整个大团队的善气 稻气感召的力道就变得很强大 这就是三草普度的殊胜之一 也是尊贵之一 每一位贤弟妹的进修都非常重要 不要觉得 如果一个人修 大家都得 那我等住沾光就好了 不可以这样想 每个弟妹都要努力付出 大家才能以善的能量 互相感召对方 感动对方 互相都获得利益 谁都不可以懈怠 修道的过程 有时可以放轻松 像唱道歌的时候 好快乐 参加活动 或素食品尝会的时候 好开心 但是面对因果原人时 要很严肃 要抱持恭敬的心 忏悔的心 祈求因果原人的原谅 祈求因果原人给你们机会 所以该放松的时候可以放松 该严肃的时候就要严肃 动静自如 这就是中庸之道 动静皆合宜 合适 等一下还有一堂课 弟妹不可以先佛一退窍 你们也跟住跑掉 一天的三草法会有始有终 很重要 你们在里参加法会 你们的祖先就跟住沾光一整天 如果你们牛途离开 祖先以及你们无形界的有缘人 也就被带离开了 人没有参与 三界的无形众生 当然就缺乏这个可以沾光的缘分 所以每个弟妹的进修都很重要 你们亲自来听课也非常重要 你们会觉得听课很无聊吗 不会 心听就不会无聊 专心听就会发现听课很有趣 以后你们也会站在讲台上讲课 说出很多三草道理 你们也会说得让班员很感动 很发喜 因为你们都是堂主 人才以上的愿力 你们不是只当心道亲或只当亲口人员 你们未来都是堂主以上的天职 意思就是 有的人以后是堂主 有的人以后是讲员 有的人以后是讲师 你们都要担当很重要的 太子爷先说到这里 不能让你们太晚必班 外面天雨路滑 必班之后回家路上要小心 开车 行车也注意安全 虽然行工了 愿可以让你们身体健康 但平常开车 骑车都要小心 平安健康也是要自己保护的 修道不能迷信 不要修道后来变得很奇怪 所有的事都说 先佛会保护我 猿人会帮助我 然后自己很不注意安全 这样就是迷信的修道 太子爷已经辞扣 皇母驾 跟弟妹妹说再见 太子爷讲的道理 你们听得懂吗 懂 听不懂也没关系 你们的灵性听得懂 黑板上写的三个猿人项目 闪摇水怪 来自日本的祝道 沾光猿人 外星求生命 大家要记得相助功德 你们现在主动相助功德 未来都有获得回报的机会 太子爷离开了 弟妹们 下次再见 九十二 减二千零二十二 十二 四十九 鱼姬龙 SSI 15 2 6 6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